你根本有違法 你是在對抗我們提案人啊 直接就讓行政院變辦事處啊 行政院長每天趴趴走 動用交管 動用警車 在幹什麼 從事反方宣傳 在從事反方宣傳 這沒有違法嗎 社會局勢中央論 先落到休息 外交部國安部僑委會退府會 保新會副常委 副主任委員請上台 五位我請教一下 四大公投案你們都是反方是不是 是不是 是的請舉手 你們都是反方 四大公投案你們都是反方對不對 是不是 國防部長是不是 你是不是反方 我跟委報 我是行政院的團隊議員嘛 行政院政策我就有那種方 那那個副主委咧 是 我們另外兩位副主委 也都是 市長 我們在考試院 考試院 另外 那個呢 巧委會 巧委會 然後 所以是反方 好 都是反方 我們看一下公投法第二十條規定 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後 提案人及反對意見者 我是提案人 我是其中央的領先人 反對意見者 經許可得設立辦事處 從事意見之宣傳 不過請問你們反方的辦事處在哪裡 在哪裡 你們申請了沒 你們在哪裡申請了 你告訴我 你們反方去哪裡申請辦事處 你辦事處在哪裡 整個政府都是反方嗎 整個政府都反方嗎 我們那些公務人員事務官也是反方嗎 你們有跟中選會申請成立辦事處嗎 你們可以宣傳嗎 公投法這樣規定 二十條規定 我先不要談行政中立法 也不要談公務人員服務法 公投法二十條 你們就違法 這個中選會自己就違法 中選會直接認定行政會就是反方 根本就違法 亂七八糟 沒有允許設立辦事處 就開始宣傳 我們還要去申請設立辦事處 剛才管委員還在這邊講說 我們申請什麼募款帳號 對 我們一切走合法程序 你們呢 你們完全不合法 你們政府機關 老實講 你只能出來做什麼 意見提供 所以中選會有跟你們講 你們針對這些事情要澄清要說明 要提供意見書 公投會有一個叫你提供意見書的事情有沒有 你們在場其實都不是這個議題相關的主管機關 你們要跟人家宣傳什麼 你喬回會宣傳什麼 對不對 你外交部宣傳什麼 萊豬乾你喬回什麼事 共投反大選幫你喬回什麼事情 你們還沒有申請反方你們就大肆宣傳你們根本違法 中選會今天沒來對不對 中選會自己違法 直接認定行政院就是反方 還允許不用設立辦事處 你是在對抗我們提案人 直接就讓行政院變辦事處 行政院長每天爬爬爬走 動用交管 動用警車 在幹什麼 從事反方宣傳 在從事反方宣傳 這沒有違法嗎 請問中選會有認定你們其中哪一個單位是反方嗎 你們有申請嗎 你們根本都沒有申請 整個民進黨 把行政院當成公投反方的辦事處 徹底的違法 還用國家資源來壓制民意 還登廣告 拿我們的錢來洗人民的腦 破壞國家體制 獨立機關不獨立 一昧的護航 當東廠 政務官為了保自己的位置 只好配合宣傳 事務官被你們壓著打 你們這些政務官根本違反了公務人員的服務法 還有行政中立法 我們再來講行政中立法 公務人員服務法第一條就規定 公務人員應該恪守事言 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 鎖定執行他的任務 法律命令不是長官 在場很多都事務官 我再證告大家一次 你們要依照的是法律命令鎖定執行職務 不是長官命令 請你搞清楚 是法律命令 行政中立法第二條也是這樣規定 哪些人是公務人員 包括公立學校的 第三條 公務人員應該嚴守行政中立 依據法令執行職務 忠實推行政府政策 服務人民 這裡的政府政策 是一個在公投成案以後 它是未定的 人民還沒決定 但是公投案成案以後 它就是這個狀態喔 公投案如果沒有成案的話 你當然可以講 那是你政府的政策 去年8月18號 小英在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 在國會不討論不溝通 多數暴力通過了進口來住以後 你變你的政策 好了 我們提了公投案 公投案成案了啊 現在人民還沒決定啊 公務人員你當然只能做你政府機關該做的事啊 那個就是辦好公投的事情 提供相關的資訊資料給大家參考 不是叫你出來當反方的代表跟我們宣傳辯論啊 那你要宣傳可以啊 請你到外面 那請民進黨去申請一個反方的辦事處啊 連民進黨都沒有申請啊 反方在哪裡 中選會亂七八糟啊 公務人員是國家的公譜 你們依法行政是公務人員的義務啊 國防部制也講依法行政啊 但依法行政好幾種 依哪一個法 哪一種依法行政 整個行政院院長講得算嗎 院長現在講什麼 行政一體 政府一體 行政一體 政府一體 行政一體就可以違反行政中立是不是 院長自己講的都比法律還大 院長比法律還大嗎 公然違法嘛 對不對 公務人員對公職人員的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 不得利用職務上的權力機會或方法 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 很清楚喔 不是只有選舉罷免 連公投你們都不能干預 公務人員通通不能干預 你政務官也不能要求公務人員 去做政黨之事 你們拿了你們政務官 受到黨的壓力 來壓迫這一些 應該要行政中立的事務官或者公務人員 你們也違法 你們也違法 因為行政中立法第九條規定 第十四條規定 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本法禁止的行為 你們如果要求看看 你們請問你們出來講話的資料誰準備的 是不是事務官準備的 如果是的話事務官違法 你們也違法 你們從頭到尾都違法啦 我是公投的政官代表啦 你們哪一位是反方 你們申請的服務處的嗎 辦事處的嗎 你們憑什麼宣傳 你們只能依照公投法 提供在公投選舉上面 你們該提供的所謂的意見書 意見書就是你們該提供的 憑什麼那個台電的處長 還可以在電視上擔任反方的代表出來跟我們 進行所謂的說明 還辯論 整個政府都違法 這個公投到時候一定有很多的爭議 因為政府從頭違法 公投的結果必然挑起這些法律爭議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證告你們幾位長官 你們沒有資格宣傳 因為你們沒有申請辦事處 請問行政院是辦事處嗎 李副主委你一直搖頭 請問你們辦事處在哪裡 反方的辦事處在哪裡 根本沒有 除非你修改公投法20條 不然這個公投法20條 就很明白的規定 你如果要宣傳 請你申請所謂的反方的辦事處 不然我們這個國家的體制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證告 行政中立公務人員服務法 請你們依法行政 還有公投法 請你們回去把公投法再看清楚 你就知道到底你能不能夠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謝謝 請您請問 bec 個人分享 請大家要訂閱 請按鈕 請按鈕 按鈕 請按鈕